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生的故事的分享 都能够带给听众朋友很幸福的感觉 那本身这个节目就是一把幸福的钥匙 那幸福不是等着幸福来敲门 而是我们怎么去在生活当中 找到所有的事情都有它幸福的渊源 和幸福的内涵 在7月1号首播的节目当中 张信月特别邀请电影镇头男主角柯友伦 与妈妈宋丽华一起畅谈家庭伦理的教育与力量 分享母亲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并且全力支持 引导孩子在挑战的过程中 用爱与智慧激荡出幸福的火花 皮肤晒得健康又黑的柯友伦 不时露出邻家男孩的亲切笑容 言谈中更藏不住单纯率真的性格 出道多年的她 今年因为电影镇头更加的声名大噪 在影谈中闯出好成绩 而这都要归功于母亲宋丽华 对于家庭伦理教育的重视 以及柯友伦对理想的坚持与努力 柯友伦在节目中谈到 自己瞬间成长的关键 就是九年前 父亲柯寿良突然离开人世 让他开始严肃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中间遇到一个家里很重大的事情 因为爸爸离开了 我觉得爸爸还没离开 之前都没有去认真想过 比如说自己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是后面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 那因为爸爸瞬间离开的一个关系 让你觉得你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 也没有扛起太多的责任 就是即使要去面对很多东西 那我觉得那时候就 妈妈也给了一个空间说 就是我们就讨论过很多次嘛 就是说今天我想要做音乐 那在音乐还没有做出来之前 其实中间很多等待的时间嘛 那等待的时间的时候就会 妈也会想说 那再给你一年时间 那如果没有等到的话 那自己也要把这个心收起来 那好险 好险在这个期限里面 在期限里面 然后做到了 做到了 做到了这个事情 在音乐的路上 家人是柯友伦最有力的后盾 母亲宋丽华 更是她歌曲创作上的第一位听众 因此柯友伦不论遭受多少挫折 在家人的支持下 也会勇敢坚强的站起来 就是聆听咯 聆听就是最好的陪伴 对 陪伴 然后当然有的时候 家人最最毒的就是看到缺点 我会把缺点先告诉她 然后对 那她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哎 你太直了 这样很伤人 但是我说别人不会告诉你这个 至少妈妈是非常关心你 她跟你一起走在这个创作的过程 你走在同一条路上 然后我也是她最好的听众 对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 嗯 真的遇到很多的很多的困难 嗯 那 就好险有妈妈 然后有一家人 大家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 要不然其实我如果一个人来解决的话 我觉得 嗯 还是很困难的 还是很困难的 对 有家人的支持 对对 那挫折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 带给我就是 我觉得遇到挫折 我觉得应该是说 嗯 可不可以承受那个人挫折 比较 比较 就挫折 你遇到挫折 你还可以再站起来往前走 那个力量比较大一点 那个力量比较大 对 那我就是 对啊 就是慢慢一次被打了很痛 第二次被打了更痛 更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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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到最后 还是要站起来 对 还是要站起来 对 还是要站起来 对 在电影镇头里面 鼓励了新一代年轻人 有梦就要去追 用独特的创意 与毅力排除困难 电影剧情内容也反映了 柯友伦的现实情境 那么对他来说 人生幸福的密码 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的幸福密码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你的心 然后去好好爱你身边所有的人 把这个爱分享给他们呢 他们一样感受到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同时的爱回 把他们的爱传回给你 想知道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听众本周日下午3点到4点 锁定教育广播电台 收听由法古山人文社会基金会 与教育广播电台 共同制播的幸福密码 听柯友伦与宋丽华母子党 畅谈有挑战有幸福